有關於昨天元朗的火警和停電的情況 我們消防同事和警方同事昨天在現場看過 初步說進入電纜橋的地方 都沒有受到任何的破壞 我們在這個階段沒有跡象 說有人刻意走進去進行這個破壞 當然我們也等消防同事要進一步檢查 才能確定火機的成因 但在這個階段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是人為 昨天我們消防同事也用了一個新的科技 用了我們一個救火機械人 這個救火機械人可以拿著救火喉去救火 當情況例如溫度很高的時間 我們消防員的同事未必能夠進入的時間 這個救火機械人就可以發揮用途 除了可以拿喉救火之外 另外亦有攝錄鏡頭 以及可以探測溫度 可以看到是否安全讓我們消防員進入進行工作 這個緊急警示的情況 由於一響是全港性的 這次是一個主力在屯門和元朗區 所以我們覺得用一個全港性的警報系統 未必最適宜的 而事實上當時我們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通知了當區有關的市民 我們看看 然後再次到屯門 首先我們要全部發揮 那個去進行的 我看到 永遠的 我們要開始 到屯門 我們開支揮 第二次 我們可以去進行的 我們可以把